壓力性尿失禁 壓力性尿失禁是因應腹腔內的壓力增加 例如咳嗽、打黑癡、笑的時候 小便不由自主地經尿道流出來 這些我們就叫做壓力性尿失禁 壓力性尿失禁在女士身上就會比較常見 主要的原因都是因為盤底肌肉鬆弛所導致 懷孕的過程、經歷陰道生產、長期咳嗽 這些都可以創傷又或者拉鬆盤底肌肉 導致壓力性尿失禁 另外在接受盤腔電療又或者一些神經系統的疾病 都可以導致壓力性尿失禁 不過這些就相對沒有那麼常見 如果有初期的症狀 我們一般都會建議病人要學習一個盤底肌肉的訓練 要學習這個盤底肌肉訓練 當然要在專業人士內心的指導下 用實戰的形式學習 但其實最重要的是 學會了之後 自己持之以行地每天都練習 有時我們更加會用上我手上的 陰道追體的重力訓練 目標就是把這個追體放入陰道之後 病人收緊他的盤底肌肉 令這個追體不掉出來 而這個追體撞的儀器 更加可以放入不同重量的法碼 去增加他的難度 而達至增強訓練的成效 如果成效不顯著的話 又或者症狀持續的話 我們一般都會建議病人做尿控手術 來改善生活質素 當中就包括陰道原吊術 又或者尿道中段吊帶術 而這個尿道中段吊帶術 我們會將一條吊帶放在尿道中段的這個位置 而它的尾部可以選擇在盤骨的閉孔 又或者在盤骨後面這個位置出來的 其實無論是放在哪一個地方 它們的成效也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而吊帶的選項 就可以由人工的纖維所組成 又或者由自身的組織所組成 自身組織就包括複直肌的根鑊 又或者是大腿外側的闊根鑊所組成 近幾年在歐洲地區尤其是在英國 都發現之前用了人工纖維帶 來做的尿道中段原吊術的病人 出現了一些長期的痛症 甚至乎是一些陰道前腸的繪養的情況 所以現在來說在英國地區 都只能夠用一些自身組織來做的吊帶 作為尿道中段原吊術 又或者提供一些陰道前腸原吊術 來作為治療的選項 不過其實在香港可能因為亞洲人 和歐洲人的性生活習慣不同 這些痛症和陰道前腸悔養的情況 並不常見 所以現時為止 無論是用人工纖維做吊帶 又或者是用自身組織來做吊帶 都可以作為治療的選項 我曾經遇過一位女士 她接近退休年齡 開始幫女兒臭酸 她初期來找我的時候 都只不過是症狀很輕微 只不過在膀胱很悶的時候 當她咳嗽打嗦的時候 才會有一兩滴小便的滲流 但後來可能因為病情的發展 又或者是因為她的酸越來越重的關係 她發覺每一次抱酸的時候 她都會有很多的小便滲流 令她很困擾、很尷尬 所以後來她就的氣心肝 決定做一個自身組織的尿道中段吊帶術 做完手術之後她很快康復 現在無論是抱酸 又或者跟孫兒去公園跑 都沒有再有小便滲流的問題困擾她 她現在就可以盡情享受她的退休生活了 請讓她打敲公園